这是一段乱吗 但如果你学过双拼就会发现 其实是一段文字的双拼 相比较全拼 端段四个字就减少了七次输入 效率近乎提升了一倍 而这种更高效的输入方式就是双拼 简单来说 在双拼输入法中 拼写任何文字只需两次输入即可实现 以双字举例 全拼需要输入SHUNG6次才能打出此字 双拼中只需输入UL两次 即可打出此字 达字效率的提升就不言而喻了 而今天这期视频就会给大家介绍 这种更高级的输入方式 双拼 双拼是一种建立在拼音输入法基础上的输入方式 可视为全拼的一种改进 只是百度百科中对双拼的介绍 换句话说 只要你会拼音 那么双拼学起来就非常简单 在全拼中原来就需要两个见位的文字 在双拼中输入的见位保持不变 比如他爱你吗 这几个字都是两个见位 所以在双拼中同样的见位也能打出 而双拼和全拼的不同点在于 超过两个见位的文字 比如小电影三个字的双拼 就和全拼很不相同 以小和双拼为例 小可以拆分为X和IAO 所以一号位就是X IAO在小和双拼中对应的是N 所以小的双拼就是XN 电的双拼就是D和M 大家可以根据这张图 把影的双拼打在字幕上 没错就是YK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为什么这么拆呢 以小和官网的解释 第一个字母表示生母 第二个字母表示韵母等等 但生母和韵母记不住 根本不影响使用 因为小宇在学习双拼时 完全没有记过生母和韵母 只需根据这张表 把每个字母和外对应的拼音记下来即可 毫不夸张的讲 一个小时就能入门双拼了 双拼有很多种 小宇学习的是小和双拼 也是热度比较高的双拼方式 也欢迎有双拼经验的小伙伴 在评论区或弹幕交流 双拼不仅学习成本非常低 而且几乎没有使用成本 因为常用的输入法中都有双拼选项 手机端iPhone自带输入法 SOGO百度QQ等热门输入法均支持 电脑端Windows Mac 原生键盘以及SOGO等热门输入法 也均支持 所以想要快速提高打字效率 无需额外下载软件 双拼是个不二的选择 而且连两层字输入起来非常有节奏 当你学会了双拼 也就意味着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 上课传纸条我们改为双拼 这样就算被人发现 只要没有学过双拼 无论如何他也读不懂其中的意思 而且双拼中的每个字都是两个字母 所以收到纸条后 我们连两分割 就能大幅提高阅读体验 所以在这里主打一个抛砖隐喻 更多玩法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这么一个低成本但高效且玩法多样的打字方法 确定不学习一下吗 最后再给兄弟们分享一个 无痛学习双拼的方法 像电脑端搜狗输入法 是可以同时开启全拼加双拼的 这样就可以在不耽误工作的同时学习双拼了 换句话说 用枯燥的工作时间学习新技能 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 最后再分享一个练习双拼的网站 希望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 投币 加关注 玩笑语 抱爱一个分享 可以个记得封号去up主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